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行政副领队 程昭如总经理 他还是会来 担任副领队不变的 那至于沈玉杰呢 还有球团顾问郭太元 陈金峰 未来我们都会借重他们的能力继续合作 至于实际的工作呢 或者是职务呢 还没有完全的 决定 我想可以确定 就是说球队要 要持续的发展巨细的坚强 确实要借助多方的这种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够打造一支坚强的 球队 觉得邱昌龙不错的球队有很多不仅仅是 富邦汉江 那当然我个人也觉得他很不错啦 当然 这方面最后会尊重 我想个人的选择 那我在这边真的讲 邱昌龙他这几年在 职棒上面的表现 可以讲是有目共睹啦 我所知 真的是不仅仅 我们认为他不错 有非常 富数以上的球队 都认为他相当的不错 所以 我想现在拥有他的球队真的是非常幸福 高中毕业进来 他也是新职棒新人 没有打好 二雷手接到之后 稳稳的传一壘就可以 跨局连续 四个出局 都是余生旭在处理 整个球有机会 是一只安打 带打见空的是小胖 林鸿玉 有打有机会 而且上壘之后 就下两棒会是打击王跟全壘打王 要上场 真的就是对决了 真的跑了 汇棒落空 然后这一个传球有抓到吗 还抓到 打王不累啊 比赛是直接 结束 这是等于一个再见的双杀 那这样也 恭喜 江少庆 他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生日的当天拿下了圣头 我们从曼东东再看一下 这一个硬碰硬能汇棒落空 然后呢传球的主杀 也先take a dog 哇这没话说 所以也一口气交习了 乐天的反攻机会啊 我只能说不错啦 整体表现不错 我希望他能够在 不要太自满 就是他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分析 我觉得是 很多收获的一年吧 就不管是球场上的状况 或者是 自己的调整状况 觉得都是 很好的一个经验 就是可以在 往后在职方这个地方 走得比较熟 不算你的话 你觉得还有谁是 你觉得是新年王的人选 未圈人 三个 就离开了 我会过这些新一分休息 我觉得三个都算是 在 就是第一年在 一军 就是都不错 你新年王应该是 希望机会蛮多啦 你自己 自己怎么想 我自己是觉得 有入围就算是有肯定 如果有的话 就 也不要 就是也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肯定 就 还是要继续留下 因为 不是 只有这个奖 然后就这样跑 就觉得往后 还有很多奖 都不听 你这个就 回来了 都有带来一波 很好的效应 然后这个时候 很快的 三阵投出来 三上三下 结束了这个半局 内野的安打 才让他所打败 承接线拿到打击完 哎哟 结果这个球 一个弹跳 直接被江绍庆接到 走内角 挥棒落空 三阵出局 江绍庆的这个半局 还是让乐天的 三上三下 这球打高了 不太理想 宇宗昕已经举手了 推到了外野的草皮 胜利的把这个 飞球给接纱出局 留下了两个 蕾包的残垒 这球打高了 没打好 如果在场内的话 现在看到是 戴白鋒追过去 有机会击 刚好就在 乐天的休息室附近 这两个 以后我们在国家 都会碰到 都会碰到 绝对会碰到 那你就会很头痛 对 这个外角球 静雷竹城 直剑拉弓剑打着没有出棒 羊角要再稍微拉高一点 羊角在做高 打第一颗球 接到之后传一壘 三上三下 现在七局投完江绍庆才 82颗球 对没错 只是在 也是以前 你会觉得 完头完封很重要 这是个记录 看来还是三上三下 这个play 这个半局 三个出局 全部是余琛许 二雷手来处理的 对 待会呢 来看九局上半 这还没错 这还没错 再次 再次 看来